朋友们好,我是甜心妈 周一又来到了我们的清断食日 开始准备早餐 三四颗的燕麦做一碗热乎的米糊盒 切一百颗的瘦驴肉 两颗的咖啡,五颗的菊粉 去水肿提代谢,润肠通便 这就是我们清断食的早餐 午餐呢更加的简单 一百颗的干豆腐,一根水黄瓜 老公的午餐,昨天剩的驴油炖萝卜 一碗米饭 朋友们好,每到清断食的日子 我的脑海里就会根据当时的季节 还有家里的食材 还有多年的经验 一煮清断食最佳组合 吊秤最好的食谱就出现了 我每次这么安排 都会快速的减掉我大吃之后暴涨的体重 我的粉丝朋友们 你们妈妈也可以的 吃饭吧,别听我说了 你这给我我也吃下去 我昨天吃的好满足啊 朋友们今天中午是没有主食的 不请耐食的朋友 加上一份主食就可以了 朋友们如果跟着今天的食谱吃呢 就不要吃水果了 一口也别吃 因为水果还有果糖 你都太腻了 我不用 尝一口 你尝可好吃 嗯 清一讲 朋友们干豆腐黄瓜作为清断食的午餐 既扛饿 吊称还好 天气太冷了 清断食的食谱 还是以扛饿 吊称好为主 它跟夏天不一样 夏天你饿一点也没有关系 冬天 怪冷的 在饿 太难受了 你就像我这么吃 选择100克的干豆腐 一下午呢 你都不会觉得饿的 昨天评论区 一个粉丝朋友给我留言 他老公减肥成功之后呢 也是怎么吃都不反弹 他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 他今天早上的体重是122.4 长秤一斤多 昨天他吃的比我还多呢 今天他吃的这些 如果我接着吃 明天会接着长秤的 他呢也许明天早上会掉成 从稀里往外羡慕 朋友们别嫌我磨叽 真的是羡慕 甜心更是 每天是馒头肉吃的 120斤的体重呢 就保持住了 我就不行 我咋这么命苦呢 朋友们 跟我一样水肿严重的朋友呢 中午呢可以加上一杯咖啡 晚上就不要喝了 如果你睡眠不好呢 就不要喝咖啡了 减肥呢 咖啡不是必需品 它虽然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 帮助我们减肥的速度能快一些 但是如果你只要是 好好的吃减脂餐 都会减肥成功的 不喝咖啡也会减肥成功的 我减肥的时候 就没有喝咖啡 那时候知道的也少呀 还有一位姐姐给我留言 她是65岁 上医院去检查 体重超标 血压呢也高 医生呢让她减肥 跟我减肥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当你们跟我减肥的时候 一定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血压 吃上减脂餐 血压马上会下降的 不要忽高忽低 出现波动的情况 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 我和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她是治疗高血压的最佳凉药 我们的减脂餐 昨晚上天行喝咕一会儿呢 我们家炖的是驴肉 可香 可香的了 比牛肉还好吃呢 炖的太烂了 下瓦菜不能这么炖 再吃的话就给它 时间短一点 多成丝 朋友们看看这驴肉 都成丝了 我们这里驴肉卖35块钱一斤 白虾我的驴肉了 我用高压锅呢 炖了是35分钟 太烂糊了 下回呢25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呢这是第二次吃驴肉 第一次的时候呢 炖了一下午还不烂糊了 我俩呢就发誓 以后再也不买驴肉了 太难炖了 但是高压锅 这又炖的太烂糊了 白虾我呢100多块钱呢 将近150块钱呢 切都拿不成个的 一切就成丝了 老公你下午 你妈是出去溜溜 你看那辣油有卖 你再给我买一点呗 那太好吃了 行等我有机会点 我看着我给你买 啥这有机会 你下午会出去溜溜 看看呀 行行行 过了一下天冷了 上哪去整一下 那天咱我们找事 15块钱一袋 我说这能是好的辣油吗 他要买 我不想买 但是我 他要吃 你说我能 不让他买吗 我真的就买了 去吃 太正什么的味道 我们东北人也没吃过辣油 可能 可好吃了 晚餐60克的鸡肉丸 150克的菠菜 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最佳组合 明天见朋友们